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科技集穿網台版科技測試錄的環節 現在叫科技怪事錄 用的字好一點 大家可能會有什麼奇怪的東西 多了一百隻就是新叔 新叔回到來就變四哥 還好 想回來吃飯 但還沒有飯吃 唯有錄音 慘了 辛苦了 不吃飯就錄音 即是加班 你給飯我就錄音 你錄完我就可以吃 你給飯我就錄 然後天哥出來 他不吃了 我錄音 他也不錄 怕我們關機了 我們可以想講一下直接點的解決方法 大家聘重課金的話 就可以說一個四 seller 就可以定一下吧 各位主持可以飽飽食 人人都有飯吃 想說一個相村離開 立即有Podcast 燈泡一張相扯一張 人人有飯吃 救助山區兒童 救助山區旺橋主持 對啊 山iosis主持 萊塘主持 回來今天是荔牌 當然是去吧 你也是荔牌 build Microsoft 其實有個小插曲的 剛才我開了一段 就是說軒哥今天Microsoft 沒有什麼 更新怪物 阿屌不記得了 軒哥剛才說阿屌不記得了 然後我停了那部機 然後我NG了一次去錄 然後我就立刻上Google 打Windows 10 然後就找新聞 立刻就找到一單 軒哥剛才說了一句 他說真的有 所以也有 雖然持平一點說 我們上一節也說了很多他的七夜 有好有不好 現在說回Windows 10更新 就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這次他們 早前在6月頭 推出的一個更新 就是KB5003637 這樣更新完結後 就開不了Event Viewer 好 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看Event Viewer 看看有什麼問題 Event Viewer 就開不了了 噢 即是讓你不用思考什麼問題 猜猜一下好玩一點 打機經常說不靠工具開心一點 對 然後還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是用5.1聲度的話 就會出現一些高頻的噪音 如果用日文的輸入法 也會有時候打不到這樣 即是日本就變成一些 什麼心靈現象現場 那些 突然高頻聲又打不到 嘩 世界見面物語 有些人打開機的那些人 即是現在用Windows打機 最划算的當然是買Xbox Game Pass 對 有些人說 如果你更新了最新的21H1之後 Xbox Game Pass 是打不到遊戲回來玩的 好 即是讓我拉門來看 即是你當是 看字而已 看不出街買 即是你當你是訂了Netflix的 上面看到 嘩 好多片看 嘩 有故事拉 我先按進去看 接著你是看不到 哈哈 我開個帳號來幹什麼 這樣也好 他沒有搞別人搞自己 都是Microsoft Project 他搞別人的Publishure 裡面加Xbox Game Pass 好多Publishure 嘩你老美的Publishure 是他嘛 他搞自己而已 嘩你老美的用戶呢 用戶就是他 用戶就是自己 用得Microsoft Project 用了 一加人 一加人 一加親 一加親用了 另外那個大更新的EH1 其實就加了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大家更新完之後 會發覺在右下角那裡 會多了一個天氣的icon 即是說有現在多少度 有些天氣的簡報 那樣 有很多人報告 他身家的icon 其實都說 都OK的 即是都叫做 不是太阻礙 又可以看到一些新聞 都叫做是有些用 但是有很多人都報告 說他那個icon 就不知為何 蒙得到 那些字 對 追太多 你以為自己追太多 以為自己追錯了 幫人家淫 對 家淫師那些fan 開了裡面 其實這個是叫做 news and interest 即是他可以有 發出一些新聞 發出一些天氣 那些資料 有很多人就發現 除了蒙之外 都算了 他說開出來 就不是顯示自己地區的內容 那是國際新聞 培育那個用家的國際視野 我記得 我們以前經常說 在電視看一個 瞬間看地球 就會去不同的地方 看看那個鏡頭 即是現在瞬間變成橘頭 是的 瞬間看橘頭 你只想說 我們隨便看看 瞬間看地球 地球的另一個區域 究竟天氣如何 就是不騷擾你本身的區域 是的 今天去到這個 什麼 非洲國家 看非洲大象的情況如何 就不可以看自己的新聞 是的 你在自己住的地方 你知道外面有沒有下雨 是不是 你開到網上就知道 對 不要在那裡做電子奴隸 要跟世界有關接觸 我們是科技節目 OK 剛才說的新聞 interests 其實就是我們上一節 講的Windows 11 那個Webget 即是說 大家很有可能 到時Windows 11 都是對著這些問題 是的 他的問題 那個會復刻 是不是很有信心 對那邊的事 有有有 當然有 很有信心我們會再見到他 有有有有 是的 這裏就差不多了 Microsoft 接下來就講另一間公司 即是剛才我們也有提供下的Apple 對手 第一樣說的是 最近一個新的產品 有很多人買的 其實我自己家裡也有訂了 這部 就是iMac 24吋 嗯 即是有Colorful的機身 對 有Colorful那一部 對 有兩單的測試 出來了 在家裡訂了 對 第一樣東西就是 如果你是買黑衣版的話 最便宜的那部 9999 要來到美國9999 不要說別人了 神經病 那些人是這麼說的 最便宜的那部機是黑衣版的 嘩 很困難 但是這部機 我是極度強烈建議 不要買這隻黑衣版的 但是你家裡不是只訂這些嗎 我訂我當然不會訂那一隻 應該是黑衣 不是 我怕阿堅哥會在家裡的人 就沒有問到他不訂 我明知道有這些問題 我就不會訂的 到底有些什麼問題 導致我叫大家一定不賺好 去訂 如果你想到Apple的官網看 其實它兩個的差距是很小的 你這樣看官網 你會發覺它是 那顆U是少了一個GPU 少了兩個USB port 還有它那個鍵盤沒有Touch ID 亦都是沒有那個Network port 即是在POWER那裡 就沒有那個Network port 你會覺得這些 我用不著用 沒有所謂 其實我覺得 單純是這些東西 你裡面欠那千多元 我覺得是值得升級上去的 嗯 就是這樣也是 但是 糟糕就是糟糕 一些它沒有寫出來的東西 沒有寫出來的東西 就是兩部機的散熱方面 相差很遠 即是不同的 這樣就有YouTuber 買了兩部回來 即是一部黑衣版 一部正常版 這樣回來 就開了一部機去檢查 那發現到 有一個以前大家都聽過Apple的一個問題 即原本你在發佈會那裡 看到它下面放了很多位置 它說可以放一些風扇 放一些喇叭 放一些喇叭 那些東西在那裡 但是呢 有人發現 它那個 平價版那部 即是黑衣版那部 就是 只有一個風扇 有沒有連下去的 是沒有連下去的 即是之前那部什麼 Air那部 那部 那結果出來是怎樣呢 結果出來 如果你是全溫的那部機 如果你是 那部黑衣版 都是上到94度的溫度 而正常那部 就只是88度 兩者之間是差十幾度 即是全溫來計 如果是 在表現方面 差了十幾個百分比 所以 絕對不建議 大家去買這個黑衣版 雖然便宜了一點點 但是 慘得 熱聲都不插 那些人又在說 那些人 黑衣版 黑衣到 連風扇都不能夠 真是當夠你 這部 至少插回熱聲 好嗎 用愛水冷 那些人 你真是這樣 我去嗎 對不起 我跟正數字 那部 黑衣版 是95度 而 那部正常版 是71度 兩者之間 相差了24度 九十幾度 哈哈哈哈 煮飯 哈哈 厲害 真的 差那麼遠 所以這些錢 就不能省 那 反正你都買了 多一點 除非你說 差太遠 就是差一點 你想回 你用的時間 那麼長 你攤勻都 哇 中間真的差了很多東西 即是 鍵盤沒有Touch ID 又欠了兩個USB port 即是價錢欠的那節位是值得的 是的 這個是 一定要 這部機真的不行 真的離譜 那麼 就算你是買貴的那部 都是有危險的 所以到時我是選擇在店裡拿貨 即時吵架 如果不行的話 那麼 那麼那個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我打算下去數場 我一定帶你的客服殺手 上次人家說APM我多怕 一按去就見軒哥被人笑 不知道十八同意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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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這個 我問他打算變成師尼賓州 師尼賓 師尼賓 即是這部iMac 他這次有新的設計 有些人形容他 就像我們平常用的電話盛午餐 這樣的 放了一部iPad 在一起 那就是這部iMac的設計 是的 但是 這個iMac 除了它的螢幕外 但 escuela норм板也是很重要的 你真的要承托整部 即是iMac的家庭 其實這麼多年來都被扯扰 只能上下下下下 即不要轉動角度非常少 不能退高跟退低什麼東西也沒有 你不能被別人拆出來 裝別的掌握 就算我付錢買個 pro 教掌也不可以 初而Pro 7不是iMac Pro的定径螢幕而已 iMac不夠厲害 那就是不行啦 那算了 我可以忍受的 我照買 但有不少的用家反映 買了回來 它的螢幕是斜的 怎麼斜 斜是指兩邊的水平是不對的 水平是不對的 好像用一般的DELL螢幕有一個圓形位給你轉螢幕 打直打橫的 扭了一點點鈕 用這個字當成鈕 扭了一點鈕 差了幾度 如果你普通螢幕 我可以自己扭正 但你這個濕扣是無論得調的 應該是熬了 所以這個問題也頗嚴重 這個問題 無論是Apple的Support Forum 或者Reddit上面 都有不少的Post出來的 所以我就一定在店裡拿貨 一開出來看得到 立即扭了它 希望每次叫Apple所有段片 有個人被人圍偶 現在呢 早前有一段片的嘛 去錯Apple嘛 那裡搞事 就是我們以為你被人打 我以為你被人打 當然不是我 是不是 以前呢 你說去檢查機 你頂多是下載一些 去什麼網上檢查死點 下載一些App 拿一隻USB手指 入定幾張圖 你現在要檢查這個螢幕 你要買個水平2 不用的 iPhone有水平2 那一會兒 寫個Program 那一部Mac 總之是不是高阿貞 哈哈 真的像銀線 真的瘋了 真的很瘋 整萬元買一部機 你跟我說斜 你老闆 這個真是你 這個真是昂貓 但是呢 除了iPad之外 Apple還有新聞 當然不止 就是好事不會那麼少 對不對 那我講的就是 可以再說一次嗎 什麼 好笑的事 好笑的事 我聽過好事 對 說錯話而已 我奇怪還想叫你 Define一下 我說得不好 你三零八你收皮 哈哈哈哈 你不要學我才行 那接下來呢 都是Apple產品 Apple Watch 有些媒體做了調查 訪問那些用Apple Watch的用戶 或者是跟他們外國的警察部門 那類去做溝通 研究的數據 就表示 即是那時候 那些Apple Watch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說 如果你混蛋的話 可以幫你報警 或者遇到什麼危險的時候 可以在緊急中心 可以在緊急中心 原來那隻標 是自己無緣無故幫你報警的 報警 因為以前是網絡傳說中的 不安然後就是報警的 即是原本他的原意 就是可以幫你有問題的時候 幫你報警 現在是真的 好像大王說 做了報警的 多了很多無謂的 911召喚 就召喚了過去 召喚台那裡 這次自己的笑片 包他門進去 發覺兩個人在打牌 其實根本沒有在做其他事情 那種 那種 很像美國笑話那種 根據他們 美國那方面的警察部 有些人在說 有很多人在睡覺 或者跑步的時候 無緣無故會進入緊急模式 打過來我們這邊 有收到很多這些 他們初時以為那些人玩電話 但是後面後期發現 查到原來是Apple Watch 幫他打電話 多了就發覺不是人家玩 對 變了是 很明顯是一個軟件的問題 這系統fix 一定要fix這個問題 但是 用來做賣點的東西 反而現在就出事 幫你拿來料 對 他說大約每個小時 會接到250個call 他們那裡 就是平均值 平均他們接到250個call 裡面也有不少 都是這樣 OK 搞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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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搞笑的 不止是Apple 還有Google 這個就 又來了 測試 這個 真的測試 這個就是我們幾個都中招了 話說 我們開咪前幾天 無緣無故 如果你是用Android電話 的話 你會無緣無故 就會收到 不停pop up 的一個訊息 就是Google 停止運作 嗯 對 這樣就不停 即是你說 彈App 這樣 你可以選擇 報告 或者是刪斷了App 對 但是你按完之後 隔幾分鐘 然後又彈出來 所以十多秒 已經出現了 對 不停地彈出來 麻煩到你 那有經驗的大王 就 一看我就知道 又是Webview 那些High App 對 結果真的很重 哈哈 因為智能輕的 無故彈出來 多數都是Webview 這次 多數是幫兇 連Google本身的App 也是幫兇 對 只要大家 那時候就說 要解除更新 即是變回你的 電腦的Default 就沒事了 這兩個App 因為他們最新推出的 update 就懶惰了 對 那大家都要 還原回去 最原本的 電腦的 才會沒有東西彈出來 然後等到那一晚 還有 即是第二天 已經有一些更新 派出來裝了 就沒事了 對 也玩了半天 但是這個事件 已經不止一次了 她說 怎麼會有什麼 一看我就知道Webview的東西 我認得她 這些情況 又是Webview 不用煩我 我直接按上去 披鬆我 我先解除了她 是她 是她 因為一開始 我也是這樣 pop up 我看到在Google 我最初是 因為我desktop裡面 是Google的search bar 我 是remove了Wigit 是暫時沒事的 之後我再看到 原來要停用 就停用了她 我覺得 Webview 這東西 究竟有什麼 擦涌 我想問一下 有很多東西 其實跟Webview 不是我們一般用家 在那裡叫 她後面的app 少叫她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重要的app 她可以經常走去炒 因為上一次 再大規模一點 我九成的app 都用不到 我明白 所以這次 我覺得 會不會變成 這個Microsoft update的loop 就是 時不時 我們又炒 這個不要緊 我以為這個內幕一按 我會解除更新的 我申請出來了 起碼是有解決方法 這個 還有你多次 都是遇到這個問題 叫做百病成醫 每一次遇到一遍 你都知道 我一按 看到2015年 我給了一顆星 我寫著 This app crash with Gmail 15年 到現在才這樣 其實你 我一按小器堡 就要記錄了一星 你可以在Play Store 教這個 那些濕溝apps 就不要自動更新的 但是 其實它自己後面 它又需要更新的 他要做這些 我設定了 是沒有自動更新的 但是有時候 所以 所以都是糟糕 這樣就是 那些傻疚的 那這單差不多 這個厲害 厲害 應該差不多 下一單 你以為WD MyBook Live 是什麼 這個就是 WD 其實除了我們常見的 那些LASS廠 譬如我們Synology 或者QLab 這些會出一些LASS之外 那些傳統的硬碟 的製造商 都有自己出那些LASS 譬如WD 就叫做MyBook 那一款 那一款 我不記得 那一款 總之都是主要是LASS用的 它不是LASS用 它是自己出那一款LASS 哦 那就把自己的HDD 一次過賣給你 那價錢 通常就比較便宜 就是便宜 有很多人想著省那一塊錢 就去買那些東西 便宜 又可以插電線 出街 又可以 asset data 就方便一些 那樣 還想著好像一體一些 那些東西 是啊 黑點時候又拒出 LASS又拒出 那一定很棒 是啊 那些人這樣想 那些都難免別人這樣想 是啊 那它原本也是想這樣去騙你 不是騙的 就是騙你買 原本你買這些都是想著是這樣的 是騙你買 那些人應該是最適合的 那這次搞什麼呢 那結果呢 就有那個security的漏洞出來了 嗯 話說呢 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其實WD以前都有類似的漏洞出來了 但是沒有記錯的話 那時候是隔了年幾兩年都沒有解決到 那個問題 那現在呢 就叫做再犯了 那這次呢 就是有一個問題出來了 就是有用家report 他們用的WD Booklive 的這隻LASS 他連了上網的 嗯 在用家不知情的情況下 整隻碟跟你方便 什麼資料都沒有了 還有Factory Restore 大洪水 全黨死青光 哈哈 是啊 還要是 你說物理上我自己死機 我沒有了 我便宜了 那我自己負責 但是你 我買你的service 然後你 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 幫我Factory Reset 那真是很難回家 六根清定 立即 什麼資料都沒有了 我想在之前有一個post 他說他不知存了多少年的data 全全部都沒有了 很慘 那種六根清淨的 是灰的 不是不是 我想在這個位置暫停一下 跟大家研究一下 到底六根清淨是這樣的意思嗎 你沒有騙我 是一個概念來的 你試試如果YBR 你會不會覺得六根清淨 不是 現在去那個位置 已經被人灰了 是已經進入了一種毛的境界 我言者模式 已經超級言者 是正在思考這個宇宙的生態裏面 其實人在宇宙都是一個微塵 那幾百gb的file 那幾tfile 人都是微塵 你應該會黏著 這樣那個user 即是黏著 那個user 本身就在WD的Official forum 出post 就在說自己的file什麼都沒有了 這樣就出回去他們 剛剛買機回來裝那個介面 哈哈哈哈 接著就上來說 問可以怎麼辦 他說出完這個post 之後 下面有幾十個user 都說有一樣的問題 慘到 這樣WD隔了一排之後 就推出了一個聲明 就說 我們相信是有一個漏洞 這個漏洞 就造成這個問題 就被客客利用了 而這個漏洞 我看回它的CVE 就是一個2018年的漏洞 現在是2021年 即是幾年都沒有調整它 那它這些軟件廠商 對於Facebook這方面 或者保漏洞這些 就不是太過著緊 即是不是很出力去做的 就是你關資料事 關網絡 關網絡 是大件事 這些要回事 那它給它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叫大家不要連上網 你不敢用就行了 那不如買一隻Hard Disk 就這樣插多士佬 我知道了 它看得鋼鏈多 人付出就不能夠獲得代價 你插一條LAND線 你就要承受著那些危險 我付出了一些錢 去買你的產品 但是買自己回來 就是用Internet Assess 但是你付出了Internet 你就要承受雙關的風險 你買一隻普通的Hard Disk 就沒有了 你用我的產品 但是你就預早會有這個代價 就是你買了一隻車回來 你怕自己開車開不好 弄傷又怎樣 不開就行了 沒錯 對 單車回來你怕會刺傷 刮傷腳又怎樣 不踩就行了 對 你買一把菜刀回來 你怕切東西刺傷手 不切就行了 沒錯 大王這些句 一反三 厲害 那你怕喝水逐七味 不喝水 那我不怕就行了 哈哈哈哈 很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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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大王一堂 沒事沒事沒事 算了 真的見字喝水 WD就表示 它說這一個產品 屬於上一代的產品 所以 上一次的Firmware Update 已經是2015年的事 我明白的 舊產品 你不給更新 是怎樣的 不給更新 不給更新 我都可以接受 就像你的Android機 那樣 即你的OS不更新 你對線 用一些舊模特兒開模 但是 即是 我相信 它 它沒有說會給更新 那樣 但是 它現在給了我的感覺 就是 我對你的產品 是沒有信心的 其實 它真的不理 你明知道有漏洞 但是 隔了幾年都不理 但是 即是說 Synology 它有些 2011年的產品 都 還有 更新的 有些 Security 都會更新的 可能已經頂不住 它有些什麼 即是它不會給新的 但它會有 Bug Fixed 它會有 它會有 真的不理 變成是 如果是 真的要用的話 可能就選擇 一些 廠商更新的 勤力程度 都要考慮 即是這個 都要考慮 我好像關人 那樣 關人隱事 也不應該 沒錯 來到這個 科技怪事錄 每集大家期待的環節 就是 這個 礦機掘礦 礦相關的怪事 今天又有什麼 第一宗要說的 就是 作為一個 掘礦的樂園 就是 溫床的地方 中國其實真的是地大物博 就是 佔了地大物博 就是大家 有什麼之前新聞 都報過 挖礦 挖了去 別人的電競酒店 拆夠萬張卡走 是啊 挖礦文化 多麼盛行 很盛行 但是最近 就遇著 中國 要嚴正地去 停止了大家 不喜歡玩礦 就要去 禁止了大家 這個行為 那就是沒什麼 他都嚴正打貪了很多年 不是啊 這次做到事 這麼難得嗎 這麼好 這樣就話說 有些人做到 誰做不到 說要做一定做到 現在就是給大家一個例子 他們做的事 是真的很厲害的 即是馬上就做到 就是一個 四川省那方面 就在說 要清理關庭 用一些虛擬貨幣挖礦的項目 我放些熊貓 它會很難 就是 對 那麼他就要求 四川國市 在6月20號前 就去 就是去查封這些 這樣的礦場 嗯 那結果呢 就真的被他查到 其實他應該是說 看看哪裡 用電用得最多 就去查那些地方 那結果就真的被他查到 那就查到有26個礦場 嗯 就全部就封閉了 嗯 那結果他封閉完之後 那些人發現 計算一下 就在Bitcoin那個 算力那裡 就 全球的算力 就 損失了34% 天啊 哇 即是只有那裡那麼多 只是那個位置 已經有34% 原本呢 他是全球排名前十 的一個礦場 啊 就被他賣掉了 即是現在只剩下紅貓 那他們呢 就說 原本開的時候 呢 全盛時期 據傳可以 有21萬台的礦機 平均每100台 可以一天之內 就賺13萬台幣 嗯 嗯 嗯 現在就被人停止了 即是做到事啊 厲害 厲害 那現在會不會遲一下 可能有些礦場又說 單 然後有一些 挖到壞壞的卡 又會繞了二手自長 厲害了 我下一單就是要說這件事 真的嗎 是的 話說呢 中國呢 大力去打這些礦場 那 除了剛才說 四川這單最大的之外 內蒙古 和青海 那些礦場 也都陸續被人整頓了 變了那些 有那些礦工呢 就開始 頂不住壓力 就開始放卡了 即是你被人蓋擋 那些卡沒有 你沒有被人蓋擋 就說呢 有些流出的 礦工群的訊息 就在那裡說說 礦卡呢 開始要便宜價放售 那就怕到時候走不了 那 還有再加上 現在那些 礦工的價格 已經跌到 三萬元左右了 已經開始跌價了 再加上這件事的話 礦懶呢 就只一可待 是的 即是大家這些 那些 硬碟和買到 顯示卡的日子 有可能回來 希望 現在還是希望 還有其他地方 還有其他地方 是的 那 他們的售價方面 一些二手的 3070 如果你100張 這樣買的話 即是大量批發 這樣買的話 每張 就 就二千六元 人仔 算是說買Pokemon卡 這樣買 三千一元港幣 左右 如果是3060TI 或者3060 就二百張 才開單 是的 那平均每張 就是賣二千四人仔 以及一千九元 那有很多店 不知道會賣這些 抗 掘完抗的卡 應該那個壽命都幾什麼 所以 有些人都提醒 如果真的想買新硬件 尤其是顯示卡的話 要去一些 信譽良好 信得過的店鋪 因為你不知道 某些店鋪會不會 換了盒 或者直接 是高技術一些的 拆了一邊的東西再換過 這些抗卡 怎麼說 replace進去 replace進去 就是當生卡 就是當生卡 這樣就 令壽命會短很多 對 因為始終那些Runner很行 如果真的擔心的話 就建議不要想二手的 Graphic Card 買一手 去一些信譽良好的地方 去一些信譽良好的地方買一手 因為有些 如果你是網購的 你不知道去哪裡買 應該是網店未見過 可能那些人沒有 好像之前新買的報告 有一批平價的Display Card 那些 有巴西凍肉 那些 有批牛肉很漂亮 那些 有時候是谷歌超 包圓不見你益 對 那個不是谷歌超 那個不是阿達 那大家就小心一點 這個就是 抗機與相關 還有沒有 還有一單的 就不是跟抗機 不過就間接有些關係 就是它那些 就是為什麼會搞到價錢這麼高 除了是Coin之外 另外原材料短缺 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沒錯 就是晶片很短缺 這樣就連廠商都開始沒有貨了 陸續有些相機的店 譬如Canon 或者Sony 那些都說 他們的新品 都會有所關係 這樣就延遲了 那些廠商 其實他們自己本身 都會有一些存貨 在那裏 但是據聞 那些存貨 開始見底了 嗯 變成那些晶片的價格 可能都會上升 那有一宗新聞 都叫做是很少見 就說在6月16日 在香港 有一間物流公司 就運送一些晶片 就說價值有500萬港幣 竟然在這些晶片被人偷了 嗯 你有多好聽到有人會偷這些晶片 高科技電子零件 高達強奪 哈哈哈 有三名匪徒 就向那些運貨工人下手 就偷了那一批電子晶片 就有很多人 下面留言說 我終於感受到這些晶片 真的很狂 哈哈 哈哈 當我高達這樣搶了 現在可以 對 到最後 就用了13個小時 香港的警察 就成功捉到那些犯人 就充公這些晶片的晶片 即是大家正正常常買一張卡 現在那些人 我想說一下 這件事算是怪事 哦 是關於一個 我們下一節會講的 Microsoft的遊戲方面有關 但是怪那個就不是Microsoft自己 是 那遊戲是什麼呢? 就是Halo 近日呢 這個Xbox 在一個內地的微博 就公開了一個Tweet 就寫 Halo的故事 並不天馬行空 視觀眾的傳奇 都將於今季的一個光環無限 即Halo Infinite中繼續 那為什麼你覺得 為什麼無緣無故 它會豁著這個天馬行空 四個字還要發過這樣的Tweet呢? 原因呢就是一個 內地的新電影海報引起的討論 嗯 我看過張海報 對了 就是一個 科幻災難冒險電影 天馬行空的Poster 就出來了 所以Microsoft出這個Tweet 是啊 因為張海報一看過 Halo出電影嗎? Halo出電影嗎? Halo出電影? 那隻是Halo的 因為它中間 最主要就是 有一個穿著裝甲服的人 背向你斜斜 看著這個右手邊 它的槍 一看就是Halo那套夾 那套夾 那套夾 不過不是 想想那整件事 應該不是說 天馬行空好像Halo 應該說Halo Halo好像天馬行空 對 搭自己的視光機抄 肯定是 我覺得 Microsoft出這些Tweet 其實這件事是好玩的 但是我覺得 這個行為有略 不是很尊重的天馬行空 這個行為 Microsoft這個微博 這個Tweet 不是Tweet 這個微博 這個行為 老實說 都算是拿石頭 扔自己的腳 那我講一下這套科幻電影 就是由這個范少皇主演 歷王 有歷王 有歷王 描述這個 2018年地球 已經成為一個太空移民的集中地 這個星際城 誰知道這個天馬座流星羽的接近 打破了原本和平的世界 所以一隻 有無小隊的挺身而出 去拯救地球 就是這個 海報上面的一個 我剛才說的 天馬 天馬座流星羽 哈哈哈哈 天馬座流星羽 天馬座星鬥士 玫瑰魚的計劃 哈哈哈哈 還是不明白的 明白的 自己不明白 純粹覺得抄這個圖 就不要抄得那麼足 不是在講Microsoft嗎 是的 Microsoft就是抄別人的東西 不要抄得那麼足 那你看一下 人家已經找到一張設定圖 只不過是左右調轉了 那你在甲上面 或者在其他方面 改一個設計 已經沒有那麼多人去討論 真的 由回到紅色 做幾顆星下去 你最喜歡的 不是我是說Microsoft 就是Microsoft 就是他們那些 沒錯 有人在微博的討論 已經說了 就是你偷了別人的電影海報 是不是 當然 是 像MicrosoftV這樣的行為 很被你拿石頭扔自己的腳 沒錯 很不應該 真的很生氣 真的很生氣 因為我講一講 那時候 四五年前 還是怎樣 是見過說 無緣無故 有些大陸 我忘記是否記得 是網劇 說你做黑夜的守護者 整件事都很像牙狼 不是 牙狼是很像那套 不知道是黑夜行者 那時候 那些牙狼粉說過 可惜他還沒看到那套 我不知道是做完 沒有人知道 還是牙狼 你這套算少了 其實以前有一套 3D動畫 很多的蟲者 戰爭 就是Face他 為什麼要抄去 沒錯 很出名 近來有台說 倚天童記 也有Johnny Depp 也有過 加勒比海道去 造型 造型 不是加勒比海道 好像加勒比海道 那個是許智安 不是 杜德惠 杜德惠 真是叫錯名 說過的好笑 看他經常是加勒比海道 有時候造型 很容易 那Milsof就是不貴 待會回來 就再儲一下Microsoft 還有其他不應該的東西 因為待會回來 有些E3 其他的新聞都要再講 上次就講了一部份 有部份是我們做完節目才有的 所以待會回來 電門新聞部份 再講E3的情報 嗯 好 那又再一次播播片尾音樂 就剪掉了 原因是 軒哥說要再加多一宗 哦 因為我 都錄一下網 想想一下的時候 我發覺有一宗新聞很重要 我忘記錄下 但是不說的話 我不放過自己 因為真的太好笑了 真的太好笑了這宗 就是指折跳動 嗯 最近有傳 就是有些截圖出來 就說 他們最近聘請了一些實習生 就是去做實習的那些 有傳 他們將公司 全部Machine Learning 的Coding 那些Model 全部 全部 這個 為何有意見的事情發生 是的 那結果 搞到上去見到是怎樣的呢 是的 就說 會用GIG去計計 Machine Learning Model 全部被人剪掉了 那就是公司那裡 還要說是 不回復 好像現在 那些人上去 那些User 說只見到廢片 是啊 就是廢片的意思是 一些他們完全不會覺得 過癮的片 沒錯 雖然本身那些都 嗯 那用開 那些人都不覺得 真的覺得過癮 那真的很嚴重 是不是 因為那些片子正常吧 嗯 你還在那裡找到正常片嗎 我不知道 不不不不 各花入各眼 百貨應百客 記住這個道理 一百個產生 他們本身都喜歡這些片 他們可以看到一些不喜歡的片 你說沒有很嚴重的事情 是的 是的 公司出了公佈 就說 他現在這個事故 是納入P0 就是最嚴重的事故 也有些人傳說 他們要處理問題的人 達到三百多個IT狗 就在那裡說 漏夜要去做的 漏夜去跟那些片 真是辛苦了 其實那個演員 是不是商業間諜 來的 以前的App Game 不是論文說公讀生激賽 不知道怎麼搞的事情 現在就有個感覺 這家新聞真的厲害 在科技界 很多人都說 真的 很有趣的一件事 有些人就說 這間是一間好公司 因為做演員 你可以有個權限去避免 即是公司沒有限制你那些演員做事 比隔壁那幾間 就說這間好公司 哪怕被人避免的東西 即是避免的東西都不會炒糟 即是對演員就好 對用戶來說未必那麼好 即是人說做演員就去找那份工作 當然是用App做CAD 我不知道 你是這樣的嗎 這件事 不懂得幫這次 權限不是智力的問題嗎 不是的 叫做貼心 信得過這些員工 人與人之間是信任 哪怕他另一個東西都好 對他還是有信任 這個故事真的很勵志 很正能量 下次有嘉賓上來 你給他推Pan 我們差不多了 我以為你說給你推Pan 給他推Pan 那隻危險掉 我立即幫你炒掉聲音 人與人的信任 就是我聽到出來 接著我就把今集 說的File Save在桌面 那個Chasing Folder 入別 什麼 鬥信任 人與人的信任的時候 應該會break down 好了 這一節真的差不多 下節回來 電門新聞繼續 中文字備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那些人 這件事不正的